现在美国正在进行总统的大选 世界对这两个人有一个评价 一个叫做骗子 一个叫做呆子 在5G这个问题 民进党政府跟美国这一次的咕咕哒哒 就是标准的结合 骗子跟呆子两个在一起 各位请听我细数说来 什么叫骗子 什么叫呆子 第一个来看看他有多呆 前世界整个美国现在在前世界 到处打压华为的5G 可是他最多也只不过是施压 也不过是沟通 且拜托 却只有台湾是第一个站出来 跟美国发表共同先年 为什么人家不愿意 为什么人家不会这样做 只有台湾去做 是美国看得起台湾 或是台湾笨笨傻傻的上了美国人的当 这不是呆子不能是什么 非常的呆 而且极为的呆 呆到已经无药可救 第二个说是骗子 那我这个就要很严肃的来讨论一个问题 台湾已经开始在做5G的广告了 各个电信商都说 要我的5G出来了 你买我的5G产品 那我就在想 那台湾的5G产品是从哪里来的 5G的手机很简单 可是5G的整个的基地台 设置整个的这个传播系统 是随雷建的 全世界是三个 爱立信 诺基亚 还有这个华为 那诺基亚跟爱立信 听说要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才会出现 现在最有机会做的 就是华为 那台湾的从哪里出来 台湾现在卖5G 是从哪里出来 前台湾上上下下 大家都装傻 一面电信商在卖 诶 我有5G 那5G从哪里来呢 除了华为以外 是从哪里 假如是台湾自己制造之来的 那民进党早就催翻天了 显然不是 美国呢 美国还是ZERO 年龄 就是从零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台湾的5G是从哪里来的 请所有的电信商告诉我们 所政府告诉我们 大家不要一起在那里骗 一方面用的可能是 华为的器材 用了华为的设备 来卖5G 那一方面去跟美国 去签署 这个全世界最莫名其妙 最蠢的一个 所谓的宣言 合起来 民党之无 不是呆子 不是笨蛋 不是骗子 不然是什么呢